按照去年山东大学党委 对充分关心关爱在校的学生 特别是一星长谈话以来 学生在8月15当天都不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为了表达团聚的意思 学校党委同意我们食堂自己制作热饼 分发给在校的每一位大学生 我们做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做了有6万个月饼 有椰蓉馅的 蔓越莓的 牛肉的 蛋黄馅都有 给同学们分发五日月饼的主要的目的是 因为学生发的这块月饼 他有可能这顿不吃 只有五日的月饼 里边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也没有任何添加剂 更没有一滴水 只有五日月饼能储存的时间最长 我买了4匹 在山东大学 以校三地各个食堂 学生从入学开始一直到8月15 这段时间每天每顿饭都可以自由的买到月饼 因为从8月份开始食堂就开始采购原料 为学生精神制作他们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月饼 专门设计的礼品盒的这种月饼 他们是可以买到礼品盒的月饼 飞回家与父母视频共同来达到团圆的目的 去年发了月饼之后 网上有流传着山大的同学 发这个月饼去砸核桃 有这种事吗 能砸核桃吗 这也可能是学生对学校的一种热爱是一种调侃 咱北方的月饼这种五人的月饼 第一制作工艺 给南方的月饼它不一样 它本身就比较结实 也比较压实 所以制作的时候 它就硬度比南方的月饼要比较高一些 是因为去年那个订单来的比较急 比较仓促 咱们这个广式月饼 就是一般是二至三天 最少要二至三天才可以回油变软 今年我们为了防止这个月饼 印度稍微放软一些 我们从8月回去开始为学生制作月饼 是为了让它充分有一个回油期